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会和大家分享粤剧名领,靓荣的戏剧人生 靓荣生于1886年,出于1948年1月26日 靓荣的原名叫做张华传,就是广东东莞人士 就是著名粤剧演员,在20世纪20年代被称为武生王 他和金山丙、靓翅伯、千里驱和白驱荣等人齐名 当时还将戏台的演唱语言,由官画 昌道改为用粤语来做表演艺术 大约在清朝的江水后期,靓荣和金山丙、周虞丽等人 就受聘乘义,乘坐总结号的邮轮 就远赴到美国那边演出 演出完之后,回到广州的时候 他就跟着加入了汉童春戏班 然后第二年转头去汉天乐班 靓荣当时是一个手屈一指的武生 他的功架老道擅长饰演岳飞、文天祥、关羽 和楚霸王等等这些英雄人物 他的首本戏有霸王别姬、岳母木班师、沙陀班兵 和关章战古城等等这些剧目 靓荣善演白酥、黑酥、武生、丑生 在《华庸道》一剧之中 靓荣首先饰演老叔 然后饰演关羽 两个角色演来都得心应手 他能文、能武两方面都做得好 唱造俱阶 而且他中气充足、桑音洪亮 他的唱功精练、运腔自然 咬线路字和手脚的功架 都是独特的、自成一格的 而且他的关目和身形都相当好做得 扎实有劲 在1904年 他和陈肖伯、程子怡、李己堂 几个人在广州的河南海童子 创办了《彩南哥》这个戏班 当时彩南哥是一个新式粤剧学校 他宣传民主革命的信息 他表演的项目包括有地府闹革命、民天祥殉国、 《仪女英雄》和《荷南儿》等等 这些新篇粤剧 在1920年代 靚荣的首本戏 《楚霸王别姬》和《沙婆班兵》中 演唱段落被录成唱片 这些唱片到现在 仍然保存在佛山市粤剧博物馆里面 在1930年代 靚荣曾经担任八和汇馆里市 在抗日战争前 应邀到秘鲁演出 及后广州沦陷后 靚荣再到美国三藩市演出谋生 一路谋生一路至1946年才回到广州 在1948年 当他在广州海珠大戏院演出的时候 很不幸在台上中风 马上就送他去游祭医院抢救 很可惜是抢救不治 当时就是享年62岁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靚荣的戏剧人生和他的生平 分享到这里也都完结了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多多留言 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的阿N与阿N频道 下一集继续和大家分享 其他粤剧名领的戏剧人生 和他们的生平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好 拜拜 哦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